吳文謙先生 謝謝主席,大家好,我是禍港之聲鎮英大叔 回香港家田二夜依的支援小組的召集人吳文謙 今天我會代表著部分在網上農業界的朋友出來發言 我們是一群在網上設置一個開心農場 主要的倡議主就是網上農業的景族發展 今天我們一群網上農民,即簡稱網民 希望可以對著正改議題發表一些意見 在去年的年頭,我們就有著無盡的灰心和沮喪的時候 粉皮書的強行限制著我們小田的發展 恐嚇著我們網民,說中共是會使用一個緊急狀態 嘩,真是,京官來到農田,向著我們網上農民 即簡稱網民,潑下一盆盆的冷水 阻止著我們對於公平正制的追求 而禍港之聲鎮英大叔竟然還沒死回香港 這件事簡直令我們考驚驚 在儘管79天的雨傘運動次出現 是因為正改問題而起 特區政府要達到一個有效的管治 是必須要去正視這個正改的問題 才能夠化解到矛盾和紛爭 但特區政府的意義的時候 竟然是沒有理由職責 未能完全向北京 是如實反映著港人的訴求 我有一個認識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他都說很想要公民提名 不知道有沒有反映到呢 我待會希望官員可以回答一下 因此在面對著這麼龐大的佔領運動的時候 也只是拋出了一個空洞無物的低級的農民文情報告 和當方賣港平台 我們是非常失望 作為網上農民 在警方向著人民發出了催淚彈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已經是回不到去那個時候 我們依然是自由自我 永遠高唱我歌的日子 2015年是新一個時代的一年 和港之聲鎮英大叔返鄉下耕田 而野衣野小組幾百位的農民 依然是未停下腳步 寧願不中菜 在界的時候 放得和朋友去賺一些經驗值的機會 決意是要成為了農業界的異數 在Facebook的東北 Facebook的東南 和Facebook的東北熱南 是執著重啟政改 和港之聲鎮英大叔返鄉下的民主旗幟 和抱著現實主義的當權者角力下去 只是因為我們想在這個亂世之中 負起一個責任 當上衛者操控著這個時代 意圖阻礙著我們這群網上農民 改革政制不義的情況的時候 壓制著我們網上農民擁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和港之聲鎮英大叔返鄉下耕田 而野衣野小組幾百位的農民 是絕對不會心灰意冷 在梁鎮英... 在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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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魚農... 簡稱魚葉三人組的 推出的一個垃圾政改難方案裡面 我們是會拼死 是會繼續逆轉 壓制我們的未來 讓雨傘陶騰 safe在我們心裡面 全民俱邪 全民俱軌 全民俱軌 重奪賽心 重奪政改 帶領著我們從長屬於我們的時代 逆轉 壓制我們的未來 多謝